今天真是一個 沒有的一天 讓人想滑滑手機 唱唱歌 可別忘了我們一件主題是什麼呢 我是說說人 我是說說人 大家好我是周恩瑞 我是胡擁銀 我們今天要訓的是貝多芬 你知道貝多芬他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他可能很有天賦的音樂家 那 你知道他穿出的技術品嗎 我當然知道他剩了九首選樂加強曲 三十五首鋼琴奏鳴曲 十部小琴琴奏鳴曲 十六首選樂四重之後 一部歌劇集兩部底下等等 但他二十二歲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他...得到... 維也納 去維也納進生了幾回 但... 對他來說是很大... 那... 所以... 在音樂方面他就進了一大部分 但他二十六歲時突然耳熔了 所以音樂家是非常大的打擊 好了...快點換了 好吧 沒關係 那... 他又馬上振作了起來 然後... 把耳熔的耳熔就這樣 他就用心... 來... 來... 創作歌曲 來... 來...創作歌曲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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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說... 在... 唱作曲子 就能感受... 一種... 精神的力量 再來就是... 我們的... 心得... 幾分了... 我呢... 我呢... 我對他的... 我呢... 我對他的... 我對他的... 我先說好了... 我...我希望呢... 我...我對他的... 我... 我呢... 我會好好努力... 就好好努力...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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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成為音樂家的... 是嗎... 又還有其他... 夢... 就這樣... 謝謝... 所以... 我們的... 表演到此時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